好 下一个 rss也是三张表 对吧 跟ycf就是基本的表 三张表 对吧 基本的表三张表 第一张表 邻居表 这里面放的是邻居的信息 对吧 我们通过show cis neighbor 可以看到 那xr上面呢 就是show rss neighbor xr上面也通过这个名秘 对吧 透顾表 我们通常呢喜欢把它叫database数据库 对吧 database数据库 lsdb 这里面呢放的是所有的lsp 所有的lsp 那我们osf呢放的是lsa 对吧 链路状态更新 链路状态更新里面呢放的是透顾信息 rss里面lsp里面放的是透顾信息 也通过show rss database 这个呢两个都一样 这两个还是都一样的 不管是rys xr 两个都是一样的命令 然后呢 将 这位数据库里面的信息 进行计算 计算完成以后呢 变成路由 放进路由表 对吧 放进路由表 通过这个命令 show iproot rss 对吧 那xr呢是show root ipv4 是rss 还是protocol rss 看一下啊 show root ipv4 protocol 没有 就直接rss show root ipv4 是rss 有吗 有吗 收回来 show root ipv4 rss 对 一样sue 好 下面呢把咱们的这个rss的框架给记下 把这个rss的基本框架给记下 这个框架 我们讲课也是按照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讲完以后 会讲rss的feature 但这个框架的非常重要 可以记一下 首先像进化rss接口 我发送hello包 对吧 匹配或者比较hello包里面的几个字段以后 如果大家都 都可以匹配的话 那可以将对端放入自己的第一张表 也就是邻居表 对吧 将对端放入自己的第一张表 邻居表 好 然后呢 向邻居发送本路游戏db数据库中间拥有的什么呢 lsp 向邻居发送本路游戏db数据库中间拥有的lsp lsp叫什么呢 链路状态 pdo 或者packet 都可以 link start 这个不用记 不用记后面有pdo pdo实际上就是packet的意思 对吧 叫协议数据单元 我们在 交换里面有bbdo这个东西 对吧 这是桥接二层的桥接协议数据单元 好 向邻居发送本路游戏db数据库中间拥有的lsp 从各个邻居收来的lsp呢 放入自己的第二张表 也就是db数据库 db数据库 然后呢 运行什么算法 电动状态协议 运行的spl算法 以自己为根 计算出一颗最短路径数 以自己为根 计算出一颗最短路径数 这颗数 有两个特点 一个最短 一个是五环 最后 将计算出来的 最后路由放入第三个表 也就是路由表 最后将计算出来的路由放入第三个表 也就是路由表 好 这个基本框架计好了没 原本 在 叫没有 我们讲课呢 也是按照这个顺序讲的 先要接邻居 然后讲LSP发送 接收 计算 最后路由 怎么修改 在讲之前 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参数需要讲一下 还有一些参数需要讲一下 这样好吗